當初我聽郭台銘當署長 他跟我說議長 很破缺也缺你很多 但是我們時間到了 我們要做一個想緩緩 想丟的這個風雄來做決定 他說現在 我們不算定期 我們如果定期不到 國民黨就不算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國民黨照三天 他的出事 他的逐風 但是真的要不要挨 總統對不對 對 彭友宜晚間在屏東舉辦大肇事 除了全程台語演說 也喊出了要籌組經濟內閣 來聽看看他的說法 我也要給大家補償 我相信 龍花一定得到目標 讓戰績也要搬到那裡 大家穩定下來 我要成立一個經濟內閣 大家拚經濟 不要像民進黨 控制保持國這麼多 侯友宜針對執政的民進黨猛攻 除了主打經濟牌 也針對目前 後疫情時代 觀光客 卻只有疫情前1200萬人次的一半感到憂心 因此他也喊出 要讓對岸的戰績不再飛來 而且要讓國內的觀光客 沖上1800萬人次 而這次在屏東的造勢活動 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凸顯出泛藍在屏東的大團結 因為之前 一度倒向郭台銘的屏東縣議長周典潤 也親自站台 還說出了真心話 來聽看看他的談話 他靠電話叫我關過 他跟我說議長 很破缺 也缺你很多 但是我們時間到了 我們在做一個想緩緩 我們在做一個想緩的方向 來做決定 他說現在 我們不可以登記 我們如果登記過 國民黨就拍算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國民黨 倒三天對不對 對 可以看到稍早前 周典潤到場時 侯友宜還親自下台迎接 也凸顯屏東這場造勢活動 已經讓藍營完全整合 希望還有外衣效應 吸納更多的中間選民 感謝這些